我们只要我们的七天假就好 各位知不支持 支持 而不是压榨劳工来增加你的所得 对不对 听到可以增加放假 一片拍手声很赞同 因为难得朝野有共事提案 希望将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 从命令升格为法律 一直行政命令 就对劳工造成重大冲击 因此当初周休二日法制化的美意 不幸沦为劳基法修恶的恶名 我们台湾的劳工往往是有时间赚钱 没时间花钱 是否大放假时代来临 牛许廷主张讨回印一粒 是要被砍掉的七天国家 民进党原民立委提案增加原住民主日放假 民众党团则主张教师节劳动节全国放假 通法企业的部分其实压力息是蛮大的 那你至于说把天数调整比较多的 范围可能又要调整 各行业的出口 以及在这个内销的订单状况来说 并不像这个股票反映的这么剧烈 这么好 工厅会上有不同意见 因为若提案全数通过 全台未来可以多放十天假 要有个共识啦 这个一定还是先听大家的意见 强调要审法案之前要先有共识 因为在工厅会外 朝野立委针锋相对 因为八三的这场炮战 让守护了整个大后方 奠定了台膨基码安定的基础 我觉得这个今天日远比 二二八今天日重要多了 任意的提出来 放假的这些制度的话 我想只是讨好了部分的 一个人民的话 我认为这个要审慎思考讨论 听到放假民众很开心 但要怎么修法放得巧 看来各界还得在独家沟通 把这新闻总报道 民众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